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位是律师刘伟霆 刘律师 宏毅大哥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以及心理痴伤师杨嘉玲 郑大哥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是媒体人刘文婉 郑大哥好 大家好 以及媒体人程金兰 大家好 另外是作家许昌德阿德 大家好 今天主题是孩子别闹了 从李新闻的儿子谈起 因为他又有新闻了 这一次是去家具的大卖场 做出一连串的有争议的行为 那他大概就是说 趁着卖场关门以后 他自己这个关在仓库里面六个小时 等到所有人都跑光了 那么他就脱光衣服出来假装洗澡 在这边 其实我看他洗得蛮干净的 而且是干洗的 没有水的 他是手机摆着 然后在那边直播 其实看到身材还不错 好 那另外他甚至坐在椅子上 这个做出猥亵的动作 那也坐在马桶上 因为这个家具的大卖场 那个马桶当然是干净的 那他就 其实这是他没有真的在那边大 就是做一个动作而已 听说李新闻的两个儿子 都是军事教育长大 对 应该先讲一下 就是说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因为李新闻给大家的 应该说荧幕感觉也好 然后对于新闻哥 他整个人的一个评价 就是说那都在报告班长 那其实他本身也是真的 私底下是中规中矩的 我记得我那时候二十几岁 刚采访他 我跟他太太也是认识 那时候因为他们有一起 就是蛮热衷一个叫太阳教的 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团体 然后你就看得出来说 那两个儿子有得迫事的迫事 你知道吗 很朴实 很老实 然后也是规规矩矩的 然后所以呢当去年 因为后来大家各忙各 因为要各自要照顾孩子嘛 可是一黄眼 这个孩子也长得很快 一眨眼 哇 什么小孩已经大学毕业 从那个盛和熙大学 已经回来了 然后呢在待业中 在去年年底左右嘛 而且念的是经济系 可是呢让大家注意到这个儿子 就刚刚那个曾大哥提到的 居然是在去年年底在IG上 他秀出所谓的大麻小baby这件事情 然后呢其实大家都觉得很惊讶 觉得天啊 在台湾其实这个等于是公然 等于是有一点 你知道吗 就公然违法 那当然事后有解释 就是说这个是模拟的 因为李清文就说 这是假的 孩子不懂事 他是假的 然后再告诉大家 因为他教大家抽大麻的好处 所以这个就是很惹争议这样 那当然事后有一些解释这样 好了 就从这个事件开始 大家就可以发现 一连串的 然后有一些节目就开始找 李清文 就是说上节目来谈所谓 你到底怎么教孩子 因为那阵子也 包括路西派也出包 然后包括孙安佐 所以这些聚集在一起 大家就很好奇 这些所谓喝过洋墨水 回来的孩子到底在想什么 然后就说到这个 刚刚郑大哥提到 就是两个儿子 因为李清文有讲 其实他从小就是军事化管理 我刚刚不是有提到 他跟他的太太吗 真的很樸实 其实他们17岁 他们就谈恋爱了 彼此都是初恋 所以他们就是两个 反正就是生了两个儿子 然后其实李清文 这样听起来真的不寒而栗 两个儿子什么 郑大哥 六点要起床 然后再来起床 就是你要规律 就是一条柱 再来体能 体势能训练 就是说要游泳 要跑步 再来跳岑要跳一千下 唱君歌 你知道吗 一千下 你光听了就觉得 天啊 这谁做得到 能动对不对 跳绳一万下 一千下 一千下 每天早上你要游泳 要跑步 要跳绳 然后再来 这些动的方面做完之后 要超心精 要超心精 然后呢 你心里面要够近 而且呢 要说你不会做坏事 你会乖 然后呢 你要守规矩等等 所以呢 小孩是在这种的环境底下长大的 所以在李欣文的心目中 因为打从心 他觉得两个都是乖小孩 因为这次出世的 这个老大 是老大 25岁 那他还有一个弟弟 现在还在这个就是 奥勒纲念这个传播学系 现在是三年级这样 所以他根本也不会觉得说 我军事教育这样子有错吗 因为有人讲说 你就太严太严 可是我 他说 现在其实军事教育 也不是当年想的 因为报告班长 给大家的印象太深了 他说其实还包含了 一些爱的教育 反正就是 反正孩子粗暴 大家就会去开始追溯 他的教育 是不是出了问题 可不可以再请教你 他这个长子李欣文 现在25岁 25岁 他是美国 Saint-Hosey大学的经济系 Saint-Hosey就是在 系国那里 加州很多华人 古金山还落 古金山 假 那他回来台湾一年多 有工作吗 到目前都没有 应该讲说 他后来考上再值班 应该讲他是知名的YouTuber 应该说他致力于 我就是要当一个YouTuber 所以这个 这一年多来 你说他代业 可能一般的人的 一个价值框架 就是你要去上班 但是他就是 这个当一个YouTuber 专业的YouTuber 然后再来就是 因为那个大麻事件 大家都讲说 你到底要怎么样处理你的小孩 感觉这个思想有点跳跃 比方说那时候出事的时候 为什么会引起热议 你知道这个 吕玉瑞怎么回答大家 他说 你怎么会秀大麻 跟他讲抽大麻的好处 你说哎呀 你们台湾人 没有幽默感 老实讲 我这个比较传统的妈妈 我当时听到这句话 我真的暴跳如雷 虽然我跟他爸爸是老朋友 你说你这个小孩 撞到事情 你就说我不知道 可能我不知道这个法令 或者是IG上面 年轻的艾丸 你又说你不是台湾人吗 你就讲台湾人没有幽默感 这跟幽默感什么关系 有时候硬出来 吕玉瑞 所以后来就 后来大家说 那儿子现在在干嘛 他说有有有 他有反省 有有有 他去还考上硕士 在进修 对 我讲实在话 就是说李星文不要太自责 对 你十五岁了 因为我觉得没人是 很厉害 做北部就能教教 我们每个人都在摸索 因为我们都没有在后面的教育 我随便举一好了 因为我现在有孙儿 孙儿他会五个而已 但是有性地 你把这儿子很大类的 有性地 然后有一天来我家 他有一个他想吃的那种 你知道那种米香 但是是没有麦芽糖的 就是让他偶尔解解残那种 练细米果那种 把他放在一个小盒子里 然后他想去拿 结果不小心 因为现在乱走 就跌倒了 跌倒了以后就哭 我们就不理他 我们说不可以哭 不要哭 你就自己爬起来再去捡这样 结果后来是这个他就捡起来以后 他就生气了 就生气了 就生气了 脾气很大 我那时候跟女儿的讨论就说 这样的丢是一种本性还是学习 请教一下 本性 情绪 对对对 是本性还是学习 本性 本性吗 那本性我们就比较没关系 好 你这个问你女儿说你在家有这样子吗 但是这个本性可能是你给他的基因 还是有本性 对啊 我觉得我的基因本来就很浪怎样 今天有律师 那我女儿 我就跟她说 爸爸真的教育好难 她说那当她这样的时候 她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我说这一岁多就很重要 一岁多正在建立价值的时候 我说适度严格是必要的 这样子 OK 那所以你知道女儿就会觉得 哎哟就是 心疼 又心疼可是又觉得说不可以让她这样 这时候我女儿才跟我说 爸爸我觉得你们以前做父母真难 对对 对不对 这种事情你就在挣扎了 不过张大哥你刚才讲的到底一件事很对 就是你先问大家说 这是学习还是本性 对 就是你会先想想看 父母有没有先做错什么 例如说让小孩子模仿 所以像今天这个事件 我觉得李欣文至少 他在荧幕上 或者是说他的形象 给大家觉得他是一个自律的人 我们不会责怪父母教不好 我们会觉得 他出发也是很好的 不是宠溺哦 对对 所以至少我觉得身教这件事 是一个很重要 如果你父母已经做到一定程度 你已经努力了 而且你给人家的观感是好 对啊你小孩子 因为他可能在美国 他在那边的生活环境 或他的观念 跟我们这边有一些落差 我们比较会责怪说 小孩子你应该怎么去做调整 反而比较不会去责怪说 你父母教不好 通常都是父母本身状况就不太好了 我们就会推想 一定是你父母教不好 对但这个状况 我们就会比较可以体谅 李欣文的这个想法 我反正他有几个点 我们很值得讨论了 因为新闻重视的就是说 他的小孩高三的时候去美国读书 毕业于圣河西大学经济系 回台湾一年多 代业中 这是大家重视的一个点 25岁 那第二个 他供养这两个小孩 他有这个出新闻 这个是大儿子 包括二儿子呢 在奥勒冠大学读传播的大学 然后两个已经花超过一千万 一千万 然后再来这个李欣文 他说他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 他受访的时候 他说 我自己和纽约我就买过 很多父母都这样 但是我们这两个去欧洲算了 都去了 就希望什么 希望他帮他见识 增广见闻 可是这样子 其实是也值得讨论 对不对 他说不料 严格管教却引起反效果 不料严格管教引起反效果 所以就是那个严格 到底要到什么程度 这个事情也是很重要的 然后呢 他说当他发生大麻事件以后 成为剑靶 他带他去活事忏悔 对他也是 极尽保护 这二五岁人 我们到底要保护到什么程度 对不对 那最后他说 他认为儿子只是想引人注意而已 才会拍中取宠这样的影片 他说天下没有不好的孩子 只有偷懒尾过不会教的父母 偷懒尾过就不好了 可是教我相信你是有教的 只是说大家 那是说话吗别人教 什么叫做会教 对什么叫会教 什么叫不会教 这才是今天讨论的重点 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 先休息一下 我讲实在话好 媒体为了赚收视率或者赚发行量 李星文讲的没有错 他说他深感自责 但是他的军事化管理已经被污名化了 因为很多都要把他写到很极端 他说我曾经一再强调 我对孩子的教育是阴才是教 可是报道的内容的风向球 常常都把他导向铁的纪律 没有转弯的 而且是严酷无情的教育方式 那就就是很思八达了 可是我相信他说他不是 他是军事化管理加爱的教育 加人性化管理 其实我觉得李星文是有想过的 只不过 我说实在是 就是小孩子要怎么形塑到 会最后的环境 也不是你一个人有办法 因为社会那么大 对不对 他又去外面了 有同侪 是 那因为比较晚讲的人 比较不会被骂 我们先讲 那我刚刚第一个讲 因为阿德说他很害怕 我阿远 阿德你已经被骂了 对啊 因为我就是 就是前两天 昨天吧 我就把那个 就是对他这个新闻 然后大家对那个 有关李育瑞的一个指责 他觉得说他违法干嘛这些事情 然后我就提出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就是说 其实这个事件 发展到现在 其实我们先不要讨论原因 我们先看这个事件 发展到现在 我觉得我们应该给年轻人一些 说明的空间 不管怎么样 比如说这个新闻出来 他有讲说 过几天他会影片有说明 他为什么要拍这个东西 会有跟大家说明吗 然后大家 是不是大家认为 他是不是艺术或干嘛 那时候再评估 如果他在那个时候 拿不出什么高级的作品 只是让他觉得说更糟糕 可能没有人要支持 我不是说他大部分 或者大部分支持才可以 因为说实在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新的行业 YouTuber是这样的一个行业 再加上说 到底这个这样的行为艺术 跟这个YouTuber之间 或是跟乱稿之间的界线 到底在哪里 说实在现在还在建立 我们连现在YouTuber是到底怎么样定位 我们都还搞不清楚 你知道如果大家觉得说 就是李玉瑞做这个事很夸张 我告诉你 他们有一个节目叫MTV台 他里面有一个恶搞节目 五个男生 每一集的节目都是恶搞到比他这一百倍 恶搞谁 恶搞别人 恶搞自己 五个恶搞自己 恶搞自己OK 你要怎么恶搞别人 比如说他也是闯入一个空间里面 那空间是什么空间 就是一样大卖场 那不行啊 那是别人的卖场 是啊 大卖场对不对 去大卖场 然后去做这些事情这样子 我告诉你这些人 其实做这个结果 违法一定是被 人家看要不要原谅你 所以他们都是会去做 就是这个都是要去承担的 但是这些的事情 他还是依然做 为什么 因为有些行业 比如说如果你 我想说 我举个例子好了 行为艺术 大家可以去维基 去Google一下 就是行为艺术到底范围在哪里 他里面就强调一个是要说 有四个地方是不受限的 第一个就是 那个时间 空间 表演者 跟观看者 空间不受限是指什么 不受限比如说 这个地方是不能侵入的 比方说你家外可以去 恶主你还有另外一个行业 那个走钢索的人 你知道那部电影就告诉我们 原来要拍一个 要走一次钢索 他可能要花一年的时间 去了解怎么去避开监视器 怎么去绑合索 怎么在玩时间短暂 才不会被抓 他们是在做这些事情 所以有些部分是会 所以你主张 可以这些年轻人 可以进去里面乱搞 我没有主张 我说他还是 他做这个事情就是 他的代价就是要被 被法律惩罚 这个是他一定要去面对的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部分是做这些事情 一定要去面对的 如果你越高干的人 就不会被抓到 如果你要做到 一定会被抓到 这些都是你一定要去面对的 这个都是他 没有人可以 变他提起讲什么话 只是说 就是有一个族群 他在做的这些工作 可能就是要面对这个事情 我是说有这个可能 因为我们影片 都还没有看到人家讲什么 而且我们来 如果我们对照奇 如果说这样的影片 就是很糟糕 我真的可以举很多 类似这样的例子 我举个最明显的例子是 玛丹娜最红的时候 他出了一个写真集 这个写真集是怎么样的 他的封面 就站在公路上 全裸正面的 他最红的时候 那你说会不会对年轻人 有很大的影响 他那时候是年轻人的偶像 然后有很多宗教也出来 抵制他 有很多地方不让他去表演 你说以他那时候 正红的是为了钱 还是为了更红呢 我觉得 就是有一些东西我觉得可以讨论 就是说我们对一个年轻人 他现在很震惊八百 告诉你说我刚才有一个影片的发言 我觉得我们至少让他 有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 我们再来讨论这个事情 因为我觉得说 他已经上传了 我的意思是说 现在来讲就是说 现在所有的 因为他那个演出 直播 那个就是要这样直播的 他不是 他10月31号 他又剪辑上YouTuber 所以他是 坚持他是做对的 所以他10月28号直播以后 那因为你上影片 人家看到 然后IKEA就告 就会告他 所以他是要让大家知道 IKEA我跟你讲 在台湾的IKEA是告他 在美国很可能开枪 我补充一下 那个闯入私人空间 所以他认为他是对的 他又把它剪辑上YouTube 但是他又打马赛克 就他知道他那个裸体的这个本身 他有一些界限 那他就打了马赛克 也就是说他坚持他是对的 就像刚刚这个常德讲 其实世界各地 我现在 他其实是模仿 我这里讲几个 2016年的8月 两个比利时网红 他们就是这样子 然后有数百万人观看 然后其他美国 加拿大 英国 日本 澳洲 通通都有人去做这样的事情 那他是不是要赚点阅率 应该是 那这会不会一炮而红 应该是 但这后面有这些的法律责任 也就是说你要当网红 你要呈现什么 他可以长可以久嘛 我这样讲好了 我们家有一个女儿子也长大 现在小孩没有人不玩 长多大 还没成年啊 那19岁多快成年 18岁就成年了吧 还没有 20岁吧 那我会跟他讲说 大家都在弄YouTube YouTuber 你为什么不弄 他会慎重的考虑 我要呈现录出什么 这里面就是说 他刚刚讲表演嘛 有人很爱线 很爱秀 他就会呈现各种 那他就会谨慎地说 那我要呈现什么 那我要表演什么 那他还有一个他私底下生活 那这个东西需不需要揭露出来 也就是这个过程当中 每个人思考不一样 有个人想要一炮而红成名 那有些人他就会 隐晦地讲说 那我这样可能好还是不好 那我这条路要走得远 我要去做什么样的一个学习 或是要做什么样的呈现 也就是说 这个过程当中 再回来讲大麻 我们家女儿也出国 也是去了奥勒冈 我们也很害怕 因为很多州 它是合法的 大麻是合法 那这个问题 我就会跟大家讲 他说你很无聊 这件事情对我来讲 你知道那个是有味道的 很臭 他说他身边 他知道有人抽大麻 因为我还怕他去 在美国某些城市 你只要经过闻到那个味道 你就知道有人在抽大麻 因为那味道很臭 我有跟他讨论 我说有很多地方 它是合法化 你饮料什么东西 我怕他出去会怎样怎样 他说你太担心了 那个是有味道的 我的周边我只要 很清楚有没有人在抽大麻 就他自己会在这里面 知道有些法律界限或是什么 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些时候的讨论是必要的 有些时候讨论是必要的 那这个讨论 因为我们家是女儿 所以我可能更担心一点 那这个过程当中 都有经过一步一步的去讨论 因为YouTuber它是一个行业 我有问他说 那你是不是现在这么多行业 你是不是可以走这样的行业 你我们要走这样的行业 我没有讨论YouTuber那个行业可以有什么发展 因为他点阅可以赚很多很多钱 然后爆红 很多人都说在这里面赚了很多钱 其实我觉得就是YouTuber跟要当艺人是一样的 其实你可能有梦想要红 但是红的人很少 然后呢我觉得说 你说因为少我就不去做这个事情吗 因为有些人就是 这就是他的梦想嘛 那我今天不是说支持李玉瑞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他做错的事都是他要承担的 因为他得到这些 就是你的基本代价 像说我想要写歌词 我可能就要 可能要几年 就是要挨着肚子等机会 就是这个我要付出的代价嘛 就是说但是我觉得说 我觉得我们不要透过 这个是我觉得对台湾意义非凡 因为这样的事情 我相信现在很多家人都会遇到 我觉得我们不要留意 就是说我就指责你把他骂死骂 然后你就出来 爸爸出来道歉干嘛 就做这些事情 那其他在干什么呢 本节目不是这样 我补充一下 就提供一个很大的空间可以讨论 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广告 好 因为我们刚刚讲 这个金兰的女儿19岁多 那有人认为她已经成年了 有人认为她还没有成年 那我讲实在话 那个标准是政府规定 你要不要负法律责任的岁数 跟你真正有没有成年 我实在觉得没有关系 有些人50岁真的没有成年 有些人15岁就成年了 因为她很懂的 有些人是50岁都 反正一辈子都在 那个什么 幻想的状态 混 打混的状态 是是是 那刚刚刘医师有补充 我是想补充这样 像YouTuber或是网红 其实你看像李玉瑞 她的父亲李新闻是个艺人 是个演员 她当然也会希望 有一天我可以比我爸爸更有名 所以我在努力做这件事 只是在努力做这件事情的路上 她用对了方法或用错了方法 至少她在台湾社会 做这件事已经违反台湾的法律了 如果假设这方法是可以的 那全台湾所有的卖场 所有的百货公司 甚至自己家里 我们都担心 万一有人冲进来 然后还把你直播 然后明天上新闻 他红了 但损失的是你 所以这种事情 在台湾社会是不可能让他 希望继续存在或鼓励他存在 所以我认为说 他在自己想要成名 想要有收视率 想要变成网红 但是你的方法有问题 所以你必须要去做一个调整 那你不能够说 因为我的父亲 可能也是演员或艺人 我也希望能够这么有知名 我不管付出任何代价 所以我常常讲说 你现在要成名 你是路人甲 你是素人 没关系 脱着裤子 在总统府前面跑一圈 你马上就成名了 你说怎样 脱着裤子 在总统府前面跑一圈 你就成名了 很红啊 对 马上就红了 所以成名有很多方法 我们要的是好的结果 脱着裤子在总统府前面跑一圈 会换什么法 漏鸟啊 对 就是公然猥亵 应该这样还好吧 对 如果全社闯入大型卖堂 有没有在诋毁中华民国的 这个我们国家的声誉 这个就很难讲了 但是总而言之 越起飞啦 总而言之 这种方法 都是负面的方式来成名 那我可以再请教 那他这样闯入人家的大卖场 然后做那些事情 这样他负什么责任 第一个 我们有人会认为说 可能构成所谓的侵入住宅罪 只是法律上所谓的住宅 要私人居住 住家啦 这种商用空间 其实不算住宅 但有人会认为有可能 商用空间怎么 那也是私人 对 它是私人的 但是它是做商业使用 如果你侵入是有人居住 我们就会更危险 因为人家在里面生活 那影响更大 那第二个 他把它直播 自己这个洗澡 光溜溜的 那当然就公然猥亵 这就是这两个 一个很明确的 公然猥亵最重不重 其实你说重也重 不重也不重 它就是几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几年以下 一年或两年 那大部分都是可以一颗罚金 所以大部分就是一颗罚金处理 那另外就是这个卖场 是可以告它损害赔偿的 因为你善热 那哪有损害啊 有啊 至少对于它的商业 有一些损害啊 还有马桶 然后我的管理也会有损害啊 马桶它坐着又没有坐坏 可是它整个 现在那个就是卖场这边的态度 就是把它所有坐过的 比方说光的屁股 坐的椅子啊 桌子啊 可能相关的马桶 全部都换新了 因为很多的 要考虑到其他客人的感受嘛 因为有 我们就开玩笑说 也许人家讲说 李玉瑞坐的马桶 是哪一个 要坐坐看 因为现在人很特别 可是现在卖场的态度 就是说这边都要换掉 那这些的相关的可能费用 对 就是一个赔偿 它对于商业的损害是很大 等于你的管理是不是有问题 为什么人家可以闯进来 那我买你的东西 会不会也因为你的管理不当 你卖给我的马桶 别人坐过的 那大家就会真的 他的商业有一些疑问 像我们过往其实最早 最常发生的成名而付出代价 就是女生去拍写真集 全罗写真集 或甚至去拍A片什么的 然后最后用这个公然猥亵 这些然后来法办 是 是 因为在美国曾经发生过 一个这样的例子 就是说有一个日本人 他因为不懂英文 然后呢 他这个走到人家的院子里面 那美国院子就等于 私人住宅了 结果呢 这个因为是晚上也看不清楚 然后就跟他说 就跟他没有 他有跟他说freeze 就叫他不要动 但是他因为听不懂 所以他又继续走 一直往前走 后来那个人就对他开枪 不要打死 我是说在美国 如果你是即便是这种大卖场 我是警卫 你就要闯进来 搞不好我可以把你当强盗 开枪啊 正当防卫啊 好 这样 那不好意思 嘉领 刚刚其实大家讨论了很多 关于这件事情上 可以怎么做 或不能怎么做 可是我想要大家 再静下来想说 当你看到这个新闻 第一次知道这个新闻的时候 你内心有没有 偷偷选了一个位置 站 就是你是比较支持 爸爸这边的 还是比较支持小孩这边的 我们在心中 可能看到新闻的时候 我们在心里会有个位置是 如果我站在小孩这边 我很快地就会去找一个证据 叫做爸爸是个严格管教的 所以军事教育 所以今天变成这样 那如果我今天站在的是 爸爸这边的 就父母亲这边 我们可能很快地就会说 他都几岁了 所以他应该要负责任 那我回到我的专业 如果这是一个家庭 长在我的面前 其实我们刚才讨论的那一些 这一些对他们都没有帮助 就是你刚才讲 这个不可以 你刚才讲说 你要红要怎样 其实对他们的家庭和解 或者是说 他们彼此理解 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 是没有帮助的 我们要回到这个 整个动力来看 今天我真的是没有 不认识新闻大哥 也不认识这当事人 所以还是我的猜测 那我刚才看了这个 前面讲的 一个爸爸 花了上千万 给孩子去读书 然后他自己 没有去过纽约 在这里面的 有一个心理的动力 对不起 他是说 他花了上千万 给两个小孩去美国读书 然后他自己 没有去过纽约 可是两个小孩都去欧洲 玩过了 新闻是这样写的 对 我要讲的事情是 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动力 是这是一个 非常认真负责的爸爸 是 这是一个很难放松的爸爸 是 对 所以你知道 在家庭会有很有趣的事情 是你的小孩会帮你演出 你不能做的那一面 听得懂吗 就是 人前人后两面 就爸爸会很严格要求自己 可是你在我们在家庭动力里头 通常会有一个孩子帮你把你内在有一块需求演出来 比如说 这个孩子 我们现在看起来他是 就是有一点放纵的 脱轨 脱轨的 可是其实这个孩子 有一个可能是 他是不是在提醒爸爸 你可不可以松一点 我们能不能一起出去玩 我们 我不要你在台湾赚钱 然后我跟妈妈 或我们自己去 其实孩子很多时候在享受的背后 你说他会不会没有觉得愧疚 或者是觉得还是会有的 我还是相信 这是爸爸的观点 然后我们再回到孩子这边 一个孩子想要红 所以我们如果要以后小孩子正常 我们现在该做的都要做 要做 很难 很多做完了 小孩也没比较好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 我在介绍这个采访的时候 我一直好想跟大家讲 它从来不会只有一个因素 就像空难一样 它不会只有爸爸的因素 小孩的因素 它是 也不会没有社会的因素 它都是所有因素加起来 那我想要再讲孩子这边 我们今天选 他选择了一个职业 叫做YouTuber 然后他想要红 这里头一定是一个 想要被关注 那想要被关注 这后面就有很多个层次 一个是 他为什么想要这么红 他是觉得自己不被关注吗 这是回到个人 这是经常我们会去问 当事人就是 你是不是觉得被忽略 虽然你拥有了很多东西 可是你内在觉得被忽略 但另外一个 我觉得还有一个层次是 其实会不会这个大儿子 在说的事情是 他其实很崇拜他爸爸 是 他其实很想 让他爸爸以他为傲 是 所以他选择了一条 比较 快的路 郭律师你干嘛一直摇头 就是这里头有 他爸爸应该会蛮难过 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爸爸要收 如果他们长在面前的话 爸爸要收下的是这个心意 而不是做法 做法要再调整 收下什么心意 就是孩子其实心中是有你 所以他会想要更快得到 什么样的社会成就 或是被看见 所以双方都要被收下一些东西去理解 所以这个家庭才有可能在 在这个过程 这个事件当中学到事情 我可能可以补充一下 就 李新闻我看了背景 他外省人 安徽 那他爸爸跟他哥哥都是军人 他是在一个这样的家庭 我不理解他是不是在眷村长大 那他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 而且他很早很早 我看到的资料大概16 他只有大安高宫的建筑科 但在那个状况下 他就没有在就学就业 那就出来 因为长得还不错 然后搭上一波 他就一直在演艺圈做 很顺利的发展 那这个发展 他其实是被定义成功的 应该这样讲 那我觉得他儿子在这里有一个 他爸爸的成功光环的压力 我觉得我自己看 是有这个成功光环的压力 所以如何去突破 或是如何长出他自己的样子 然后有一些他的发展 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 好那刘律师听说你有案例 也是父母一直收拾烂摊子的 对没有错 其实我有一个就是爸爸妈妈来找我们 那时候爸妈妈大概都四十几岁 快五十岁 然后小孩子大概就十几岁 那他就来找我们说 他儿子闯祸了 那我们就在想说 那你儿子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就告诉我说 他儿子大概国中念完 念到高中以后 男生高中以后 其实就开始会翘家翘课 然后跟他的同学们 就出去外面打撞球 或者是说去打工 那我们听起来说 这也是很常正常发生的 可是他说最近他儿子 做了一件事情 被警察抓了 做什么 帮诈骗集团去当车手 所谓的车手 就是去帮人家领钱 就是诈骗集团骗到钱以后 这些老卑卑想说 有什么检察官扣了我的账户 要把这个现金交给这个检察官 结果这个高中生就来假装说 我是检察官旁边的书记官 换他的助手 来帮你收这个钱 那收一次钱 现在诈骗金额都不是很大 他好像诈骗了六十万 那这个老卑卑就交了六十万 给这个小孩子 那这小孩子呢 拿到多少钱 三千块 对一个高中生来讲 三千块很多了 但他帮人家收了六十万 然后拿三千块 然后就这样做了两次 第二次就被人赃拒获 就被这个老先生呢 因为第二次要被骗 他已经发现自己被骗 就联络了警察 然后就埋伏 当他交钱那些刹那 就把这个年轻人抓起来 好 这个年轻人被抓了以后 他就想说 哎呀 这个我是高中生嘛 所以呢 我犯错 我也不知道这个错 有多么严重 那最后呢 就少年法院啊 然后检察官也来告诉他说 你做这样的事情 会有钱科记录啊 他爸爸妈妈也知道 就非常非常的紧张 他觉得他儿子 怎么这辈子 他好不容易栽培 让他这样子顺利长大 怎么会在高中 就发生了一个诈欺案件 而且可能会有钱科记录 所以就来寻求我们协助 那当然我们一般告诉他 这种案件 你最容易解决的 就是跟被害人和解 你把你的这些 诈骗来的钱赔给被害人 可是他儿子说 没有啊 我这60万都是交给了另外一个人啊 那个人是谁 找不到 因为诈骗集团都很聪明 你找不到那个人 只找不到这个车手 车手呢 去联络这个诈骗集团 都是透过玩八戟 透过电话 所以你也找不到这个人 那最后 只好爸爸妈妈 赔了60万 给这个老伯伯 那因此或让这个小孩子 或许换得这个 缓起诉啊 这样子的机会 让他没有前科记录 那我们搞了这个事情 搞了大概一年多 非常久哦 那也好不容易让这事情 走到了一个结束 结果没两个月 他爸妈又打电话给我 他说 刘律师 我真的很 对我这小孩子 很遗憾跟失望 我努力的照顾他 就是希望他不要做错事 没想到他一回来 这一段事情发生以后 又再跟他朋友又出去了 又出去又不太回来了 那结果不回来 现在发生什么事情 他又被警察通知 我又去到了派出所 杀人未遂 哇 他昏倒了 他父母亲真的是吓死了 怎么会 我的小孩子现在变成 杀人未遂的这个犯罪者呢 后来去了解才知道说 他们几个人 然后去跟人家吃饭 吃完饭 大家意见不合 互相就打了起来 打了起来 他的这个儿子呢 拿着这个酒瓶 砸了对方的头 然后让对方 现在躺在医院里面 所以对方的父母亲 就来告杀人未遂 他在这种状况下 他其实非常无奈 就是我到底 要不要继续帮我的小孩 因为他觉得 继续帮这个小孩 似乎是个无底洞 因为他也 前面也跟我们一起 告诉他 就是刑事案件 走这一场流程 很痛苦 他小孩也觉得反省 怎么会又来了一个 那我们就在那边做抉择 你如果今天 要救你的小孩 就是再去跟被害人和解 那个被你打破头的 你再赔他钱 让他觉得可以原谅你 或许你的罪又再轻一点 有机会 你不用去做 很严重的这个处罚 可是你就要不断的 帮他擦屁股 那他父母亲 其实跟我商量了 就是讨论很久 我也很怀疑说 你是不是很溺爱你的小孩 所以才导致你的小孩 不断的犯错 他说没有 其实他对他的小孩 也是不能说很严格 但是是跟一般的家庭 都是一样的 该念书就念书 该玩就玩 只是小孩到这个叛逆期 重点是交到一群坏朋友 所以交到这群坏朋友 他父母也管不了他 叫他不要出门 他也逃出门 所以很多事情变成 父母无能为力 所以他最后跟我讨论的结果就是 我们一样去法院 协助你的小孩 他其实没有真的要杀人未遂 这样子的意图 可是该判什么就判什么 那至于跟被害人和解 除非我这个小孩 自己有能力 例如说我跟这个被害人家长说 我赔你十万块 但我打工每个月还你两千 我还你可以的话 那和解 和解不了 我父母也不愿意帮忙 我希望这个小孩子去接受 他自己该接受的惩罚 那你觉得他为什么 这么很短的时间 又犯下这样的错误 我的观察一个 当然是小孩子的性格 因为这个小孩子 我感觉他是情绪比较暴躁 那当然我觉得真的是需要因材私教 他的情绪上面就是一个比较激动 那父母亲可能遇到这种事情 就是父母跟小孩就对立 就会吵嘛 父母也会骂小孩 小孩也不能接受 就离家出走就逃了 他们没有办法很好的互动 那小孩子又因为真的交到坏朋友 其实某个程度我会希望说 如果可以赶快就小孩转学 或甚至你搬离 像梦五三千 脱离那些同侪 对脱离那些同侪 让这些同侪联络不到你 包括电话断掉 包括一些联络方式断掉 否则很多时候 你高中这个事情有办法做到吗 难度当然很高 现在有手机无所不在 对 像有LINE有FB 这些都是断不掉 但是我们只能说尽量 因为对小孩子来讲 这一条线只要拉着 他有他崇拜的大哥 他有他崇拜的偶像 那那个偶像就是 某个程度就是帮派的头 他觉得他那个时候很有英雄气概 做得很好 他崇拜他 那就完蛋了 他就是一路往这边一直去了 家庭怎么看 怎么看 我觉得我通常都会问 桥什么时候断的 就是父母金跟小孩 虽然很快好像 桥是因为都是在海边 那个炎症太重 缺乏保养 他绝对不会是 在高中这个时候就出问题了 绝对是在更往前 那我自己 其实我刚才在听刘律师这样讲的时候 说是爸爸妈妈一定觉得是同才的问题 因为觉得我都有养你 我都有拐你 我就想到我自己国中的时候 其实我国中也很叛逆 我国中就是我妈也 我爸妈要去训导处找 就是跟老师道歉的小孩 你喔 对 我就看不出来 温柔婉怨 感谢 你不用为了上节目讲一些没有发生的事 真的 可以找我国中好事 就是一些国中觉得坏坏的事 抽抽烟 抽抽烟 你国中你又要抽抽烟 其实是为了 还有什么 翘家 翘了晚上也不再没有回来吗 对 我爸还狂打过我 狂打 怎么打 就真的很惨的那种拿皮带头打 我这样讲他 他会看节目 不是 爸爸也是为了教养你 对 我在讲的事情是 才皮带头 要是我不止这样子 他打了我 掉起来 气死了 各女孩子家 对 我要讲的事情是 在那个当年 你如果问我 我一定就说我是为了同学 好 我又为了大哥之类的 可是我自己经过这一段过程 我回头去看 我自己也做了很多自我的整理 我就发现其实在那个时候 我在我国中的时候 因为我父母亲很忙 我在里面有指责他们 就是他们真的很认真的赚钱 然后基本上就是 我从小就是钥匙儿童 我妈都是很忙很忙 就是很晚很晚才会有空 对 所以在那个过程中 其实你到了一个国中 我国小就是整个都是乖的 乖到暴躁的那种 然后你发现这个方法没有用的时候 你说13岁的小孩知道他在干嘛 不知道 可是他觉得他想要不一样了 所以这是一个方法 他其实不知道这个后果 可是他成功可能引到父母亲的吸引 关注或者可能 因为你变坏了 他们就再来关注你了 对 这可能是在当时候的其中之一 但也有可能是我真的那时候没有所有 其他方法都没有用 我也不知道干嘛 反正我乖也没用 那我就坏给你看 之一类的 所以它是很复杂很复杂的心理因素 所以我为什么回头来看 这一定是前面桥就断 就是可能在那个 我们刚才一直在讲 爸爸妈在忙着做他们觉得 应该做的事情的过程当中 其实孩子心中其实不想要你这样 他没有别的方法告诉你 他不能告诉你不要赚钱 他会说我们家要吃什么 对不对 所以我就只好用别的方法来拉住你 所以我可不可以补充一个例子 我有个朋友 他妈妈非常关注他的大女儿 因为他大女儿成绩非常不好 然后要考高中 就努力补啊 努力弄啊 那他的小女儿相对成绩很好 现在在明星国中 可是他的小女儿竟然自产 他成绩很好 他自产 对 就像你刚刚讲 我不能这样讲 就没有太严重嘛 但是他让他妈妈看到了他有自产 那这里面是不是也 你刚刚讲的桥段了 很多的 他后来他妈妈就发现情况不对 然后就花了更多的心思来陪伴 你刚刚讲就是陪伴嘛 就是说这过程中 你到底 没办法那个小女儿 对 他又回过来 因为他姐姐后来考上还不错的社区高中 他妈妈本来以为他大概只能念高职啊 就很用力很用力很用力 然后就让他大 他姐姐就上了这个高中 那我有看过他妈妈跟他大女儿那个吃饭的样子 他大女儿动都不用动 带一个现在不是都带那个耳机吗 那就无线的嘛 一副很冷 然后自己看自己的手机 他妈妈布菜 就是说我们吃小火锅嘛 他妈妈就一直弄 他就一直吃 帮他把盘子给满 对对对对对 他就一直弄 他就一直吃 那大人在这他也不打招呼 就是我们坐在那边大人在这他也不打招呼 也就是这个妈妈就以慧念书为一个重要的目标 所以他把他照顾得好好 他也往这个目标 他大女儿达成了嘛 那他小女儿长得漂亮 功课本来就很好嘛 那那个关注力可能就 他就会长得好好的嘛 那可是他发现他 哇 怎么自残啊 他就发现 怎么对劲不对劲 他回来问他说 那到底是怎样 他根本搞不清楚 为什么会有这样 你不是就好好的吗 你都很优吗 那你不是在好好 那你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其实到了国中 其实有很复杂 像同才 他现在男生女生 女生跟女生 你喜欢人家 人家喜欢 他有非常非常多的 可是可能像你刚刚讲了 就他 是啊 这种东西 没有被关注 我可以 那我先休息这个关卡 好 不过我想既然刚刚讲那个也是很值得重视的 就说你是关注一个人 那另外那个人虽然看起来很好 事实上他是很失衡的 对 他很可能做出非常激烈的举动 来吸引你的注意 对 我们做朋友很困难 很困难 我两个小孩而已 我都感觉我们公平对待 事实上也会 大家也会 那些稍微 真的有公平吗 有没有一个比较会念书 一个不会念书 像这样 我刚刚讲的两个 就余慧在这里 他也许觉得你不公平 我说实在 我四个年轻 我们都七个年轻 我觉得我的父母亲 现在回想起来 父母亲对每个小孩 他们 他也都跟我们这样讲 我们都公平对待 都觉得 有什么对他好 是啊 对不对 真的啦 孩子的角度是不一样的角度 刚刚静安姐讲的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第一名侦后群 或者是第一名的惩罚 就是他 他就是他已经是第一名了 所以你永远就会觉得 你OK好好的 然后我就可以花力气 去对那个比较不行的 像台湾家族有很多 应该是这样讲 第一名要嘛就是被 就是你不用我关心了 或者有一种就是 哇我特别关心你 换你特别有 都有都有 或者是像台湾家族 你会看到很有趣的是 那个比较会赚钱的小孩 要负责照顾那个不会的弟弟或妹妹 就会他会有一个很奇怪的平衡 就是这样 惩罚会赚钱 就是这个惩罚 对当事人 这样是惩罚喔 对当事人来讲是惩罚 对爸爸妈妈来讲 好像你们都被惩罚过 对对 我其实回头来讲 像刚才一定会想说 爸爸妈妈都已经做成这样了 为什么还会这样 比如说我们家有三个小孩 我们家三个小孩的个性就变 可是我爸妈妈的带法就是这样 他们就同一组人嘛 可是你会发现 其实不同的孩子 他的需求是不同的 比如说像我 其实确实 我后来自己去做很多的整理 我发现 我那个时候就很羡慕我妹妹啊 就是我妹妹小时候五岁 所以她一出生 就是爸妈没那么忙了 所以我妈妈会带她上学 然后中午带便当 我都没有这种待遇 所以你说在当时 我要很坦白的说 我吃醋 其实我也说不出来 或者是我会觉得 干嘛要跟她计较这件事 可是其实我心中 有一种不平衡是 为什么我都要自己来 然后她总是有人可以弄 可是你去问我妹妹 她其实她也没有想要这个啊 就是因为我爸妈有空嘛 所以她也没有特别要这样 可是其实她就会让 不同的孩子长大之后 她要面临的心理议题是不同的 其实每一个孩子 都有她自己的心理议题 所以我们不要那么快的结论说 不好的将来会怎样 所以你成绩好的会怎样 所以一定会遇到什么问题 我其实都很难归因说 今天一个个案来 她的状态在哪里 所以她就等于怎样 其实很难 我们要去看整个动力 家里是怎样 她的手足又怎么样 她旁边的资源是什么 刘役师有两个嘛 对 都有男朋友嘛 会坚持我们吗 会啊 而且刚才讲的 我自己觉得 有时候那个公平 真的就如刚才金安杰讲的 不是我们刻意不刻意 是像我们也是大儿子 两个都念国小 大儿子的成绩比较不好 小儿子成绩比较好 妈妈就花极大的心力 在天天 大儿子身上 对 你盯着你的考卷什么 然后小儿子一下功课就写完 都满分 你去旁边自己玩 我都在弄这个大儿子 真的 那小儿子就觉得很可怜 就觉得说 好像父母都不是很关心我 他成绩好坏 其实有时候是某是天赋嘛 就是他比较 就刚好就是会比较好一点 但他也没有特别努力 可是他就觉得 他的感觉是 爸爸妈妈好像都比较关注哥哥 那他自己就是只能都在旁边玩 然后这个哥哥是一直被妈妈骂 他也觉得 为什么你要一直骂我 为什么他可以一直玩 对 他可以一直玩 然后一直骂我 我就是这个 常常这边错那边错 那我就改来改去就好了 可是妈妈就一直告诉我 为什么会错 弟弟很好 弟弟成绩很好 但是弟弟却只能天天 在旁边玩 对 然后 他们各自有各自要的东西 对 各自各自要的 然后各自都会觉得 其实妈妈的对待不公平 对 那妈妈也很难为 一个人没有办法分饰两家 那你呢 我当然就是说 我能做的就是 好 我回到家里面 看弟弟一个人 我就陪着他玩嘛 对 就会陪着他嘛 那如果假设刚好 我有带什么吃的 或是什么人家送的东西 我就给弟弟嘛 那哥哥就会觉得 我又被妈妈骂 又这样被叮 然后 又没礼物 对又没礼物 然后爸爸又都对弟弟特别 就很多时候 我们无意间 父母做的任何的行为 在小孩子的心中 就已经有很多 公不公平跑出来 可是你知道吗 这样的心情 日积月 比如说 从国小到高中 都是这样的心情 都没有解开 你知道他可能就会变得 反覆另外一个样子 这个样子是什么 说 你不管我的感受 我以后也不会管你的感受 说我做什么事情 可能会伤到你我也不管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事情 都是有原因的 那我觉得说 我们大家在外面 在外围评论这个事情 很好评论啊 哪里违法很清楚嘛 但是回到家里 他们这些亲子之间的沟通 就变得又回到一个很困难 为什么 因为大家更强化你们的对立 对 那我觉得说这样的过程 其实非常残忍 我的看法是这样 如果我是李玉瑞的爸爸 其实我不会嫌来封信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机会 就是说让我跟孩子 我就好好想要说 是不是我真的太不了解你了 就是你做这个事 会让我如此敬仰 是不是我对你太不了解了 然后当全世界现在 没有办法 我是唯一 可以你有空间 可以让你讲清楚的 我觉得应该我现在这个时候 我也来做一个倾听者 可是他去年那个方式 还是旧派的方式嘛 因为他的方式就是说 我要会维护我儿子 听他讲话 就是他有在做调整嘛 可是问题的方法都不对嘛 我觉得说你现在可能 可能需要一个静下来 就是说我听听孩子 到底是怎么样的心情 我就说他听你讲话 我总要先了解你 我觉得说应该要做这些 我觉得这个时候 给他们做这些指责 我觉得说 其实并没有把这个事情 把它揭开 把它结构化 就反而改变了一个 更对立 更纠结 更 跟大家心情都不好 对 你想一想说 你想一想说 为什么你孩子会失衡 可能就是你们太重视 读书这件事情 但生命中就是读 我每天都会面对 就是功课 读书 然后这样一二十年 我要这样的家庭做什么 孩子会这样 你怎么学到 你要是台大法律 我就是 本来就是啊 现在在台湾社会 你要让他找到一个好工作 一定要台庆交程 那每个家里都用力用力用力吗 现在我们的学历就告诉我们 其实台大也很多找不到工作的 我们这个教育已经告诉我们说 可能越来越不符合大家需要了 需要很严重的调整的时候了 我自己其实也很赞成说 其实学 应该说念书不是唯一的一个学校 我再补充一句话就是说 我觉得任何制度就不可能符合 大家都期待 所以当这个制度出来的时候 你成绩不符合 不表示你偷懒或干嘛 而是这一套可能不适合你 就像说我们跟一个人谈恋爱 我们不是要分手 不是因为你不好或他不好 是我们不适合 我们就是要换另外一个人来相处看看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要调整嘛 怎么可能就是说 那么多不同的人哦 用一同一个方式在教育 我是真的想 但是我常常遇到一个状况 就是妈妈们会告诉我的 我这样跟别的妈妈们也这样讲 说念书真的不是唯一 然后说可是小孩子才小学啊 你能够帮他做什么 你就尽量帮啊 不要现在就把他放弃啦 那好像就让他觉得念书跟他没有关系 但是要帮一下记得 就是说是专业的人帮才有意义 一个外行人去帮小孩子填补教育的课程 很荒谬 妈妈就是能够带领的人啊 那不是外行人 他教养的责任也在我们 母职这个东西压在身上是很累的 是很累 可以不要那么累 不可能不可能 因为你们那个累都很罐头 是说你怎么会每个小孩要学钢琴 补数学补英文 就是小孩子成绩不好 好像妈妈没有带好 就被反而被责任 整个社会 整个社会 也负面在妈妈身上 不要被这样的观念绑架 真的不要再受害了 其实我要说的是 那个阿德老师有提到 就是这次呢 其实李新闻 他可以跟李玉瑞是坐下来 就是换一个方式 就是说你可能要问他 也许就 这个也是对应到 刚刚嘉玲老师讲的 就是说可能孩子会觉得 你可不可以不要用牺牲的方式 比方说再用付出 或牺牲的方式 来告诉我 你对我很好 比方我 像我自己也受很大的冲击 像最近 我女儿 其实她就是那种 你都不用理她 她就是那种 很自主 很自制 从任何事情 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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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 每个事情 可是为什么讲说 我冲击很大 因为 那个前两 前几天 我到那个信箱 我去开了信箱 拿信件 一封信 从学校寄来的 我想说 学校寄来的 那该是因为最近 要学测了 或干嘛 没有还好 她成绩 我从来 因为我常常自我标榜 我是那种 真的不在乎 就是小孩子成绩的人 你要那个品格端正 然后三观正确 这样就好 方向就好了 可是那个信件一打开 我傻眼了 你知道吗 三观不正了吗 旷课 等一下旷课 你娘每天七点上 你就上学 然后你四点多 五点下课 然后除非我在工作 好 你自己搭车回家 可是永远她都告诉我 回家 回家什么 旷课 然后什么一小时 然后下面有个字 旷一小时而已 她就写一小时 然后下面就写得很清楚 就是说 这个通知家长 请在及时的时候 类似这样 要予以纠正 矫正 然后跟注意她的行为 这样 那对我来讲 天哪 这个可是我那时候 一拿了信件 上楼的时候 就想说 就是回到阿德老师 刚刚讲的 我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态度 如果早上我 可能我们北部就先 根本别问都不问 先独打一顿 你什么旷课 你欠揍吗 可是我就先问她 我说 Marine 旷课一小时 你去哪里 对啊 怎么会旷课呢 她说旷课 她自己也是 那种很惊讶 来我看一下 然后她就写了一个区间 就大概几月几号到 几月几号的 那个礼拜这样 发生的这样 她说 让我想想看 我跟你讲 我耐着性子 我想你那个一个小时 跟你处理做妈妈 是觉得不能容忍这样 好了 她就讲了 我想起来了 然后呢 她就说 因为那节课 她跟她的副班长 去听一个演讲 英文演讲 可是那时候 其实是有报备的 他们学校有一些机制是 反正不是很完善 所以就会记到 不应该记的 好 这个故事 我只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我也不是说 拒绝到 也是快不能接受的 那种妈妈 可是如果你说换回来 如果我可以 做下来 像类似这样子的沟通 听她 然后把这个所谓的 主导权跟处理权交给她 我说 她真的是去听英文演讲吗 你知道吗 我那时候说 我是不是要去打个电话 我就跟她讲说 我是不是要去处理一下 这样子很不好 因为你接下来 要什么被审资料 这个都是污点 她说 你让我去处理 她说你这样 应该没有必要 而且这个小孩会学到什么 最终珍贵的就是说 会学到 妈妈是这么理性 跟我沟通 我以后会学到 这个方式跟人家沟通 可是妈妈白转千回 我自己压住 孩子每次学要个东西 一定是父母跟孩子 一起学到的 一个学会独立 一个学会放手 是同步在进步 所以我就是学会放手 我就放手让她去处理 休息一下 就低头处 好 竟然呢 最近跟女儿有一趟澳洲之旅 据说这个 重新修补了很多亲子关心 哎呀 这话说从头 我刚跟许长者讲说 我跟我们家先 从小都乖乖长大 没有叛逆 跟我们家小孩 从小就叛逆 所以我们两个很伤透脑筋 因为父母没有做的 以后小孩都会补回来 你刚刚没有听到吗 不是不是 不是父母没有做的 父母没有做 但渴望要做了 小孩就会 对 我这样讲好了 我们家女儿国中的时候 喜欢上她的 因为她在球队 喜欢她的学长 网球队 对 她在喜欢上她的学长 然后球队不允许 学校也不允许 可是我跟她爸是最后才知道 那后来她爸跑去找那个男生 这非常的像电视剧 男生几岁啊 大他三岁嘛 一个国三 一个高三 他跑去找他学生 那是他学生 他跑去找他那个男生 跟他讲 你长这么帅 你马上要去大学 你一定有非常非常多的 女孩子喜欢你 就不要跟我们家女儿在一起 这样子你知道吗 怎么会有这样劝的 真的真的 我讲说真的 结果那个男生就说 不 我一定要跟他在一起 我就觉得这个男生很有感情 能够跟我们家先这样子 然后我们家女生 这个女生的妈妈很欣赏 真的耶 我再继续听话讲 就是妈妈要跟女儿抢就是 也没有 然后有一天 两个人就我们家回家嘛 那爸在前面开车 然后我坐在前面 我们家女儿就跟我们家先吵架 因为我们家先 大概念了男生怎么样 那我们家女儿就不高兴 然后两个就斗嘴 斗嘴了以后 我们家先就很生气 你翅膀还没长硬 你就胳膀往外弯 这什么呢 结果车子停在地下室 他就转头就走人 就把我们放下来 然后我们家女儿很生气 就往社区的阴暗的花园走去 就把我丢在那里 你知道吗 一个人走这头 一个人走这头 然后就把我留下 我说这下是怎样 这个成语叫四分五略 你说这下是怎样 你知道吗 就小孩 你知道青春 少年十五二十十 就是那种 他就是有一个青春期 然后我真是想说 这样子状况不好 后来我们家女儿就说 没有啦 我就在 你让我静一静 我待会就回来 后来我们家先也回来 后来我想想不行 那我就说 你想到那个罗密欧 也朱利 后来就自奔 然后就出来 我说不行 我就说好吧 这样子我来收那个男的 做干儿子 眼皮底下看着 干儿子 万一他们分手怎么办 没关系 你就听我讲 我就把它收为干儿子 然后眼皮底下看着 因为一个要国山 一个要高山了嘛 那要出去玩 要去放风 什么什么什么 我都可以 你想到我 像我儿子有个女朋友 我要把他收来当干女 对啊 你儿子这么大了 不用了啦 然后呢 他是国中啊 男儿子国中啊 然后就 就让他们去平顺的干儿子 就眼皮底下看着 结果那男生 妈妈不答应 他觉得 因为男兄他们妈妈很早就 就大概十七八岁 然后就离婚 他怕他复制他的小孩 会重蹈覆车 他妈妈很不高兴 我还约出来 没关系没关系 我帮你看着 我帮你看着 我眼皮底下看着 我还去跟他妈妈讲 保证说没问题 绝对没问题 你儿子绝对好好的 可以上大学 我们家女儿也要过 这个青春期风暴 我还去跟他妈妈 做这个保证 那他妈妈后来就同意 然后这过程走了以后 一个就平顺嘛 我们家小孩是不准 在外面过夜 就像你那种 我一定痛打了 我不行 我说好 那就过完一阵子 走完一阵子 有一次痛打 就是那个皮带头事件 小孩在外面过夜 就痛打了 我不准 我们家是不准小孩 什么去朋友家 不行 都没有 你不知道吗 我常跟我妈讲一句话 你不知道做那种事情 不用晚上 不用到过夜 为什么要过夜呢 好妈没关系 还可以自己 自己还没关系 我就 这个事情过了以后 有一次我就看 我们家女儿在哭 我就说怎么哭得这么伤心 后来知道分手 那后来知道分手 那我也没问 就是刚刚讲 我们这一次旅行以后 我就问他 他就跟我讲了这一段过程 他就说 后来他想要分手 因为一个到大学 然后他就进了高中 各有各的发展 然后他说 他会哭是因为他 早一个星期跟他讲说 我们分手 这个男的说不要 结果一个礼拜以后 这个男的就说分手 我觉得他自尊心受伤 就我们家女儿 就等于被甩嘛 对不对 就自尊心受伤 他就觉得很伤 然后那天我们就在旅行的过程 然后他就把这件事情 讲给我听 然后他就说 你当初为什么不阻止我 你当初为什么要让我 我跟他交往 大概是这样 我说那时候可以阻止吗 他说他的朋友也跟他讲说 不值 就是他们两个其实不适合 不值得这样 结果他就开始忏悔 就说你当初为什么不值 我说当初是根本没办法阻止你 你就是得修这个爱情学分 然后我跟他讲说 你现在要尽量谈恋爱 他说他现在不是谈恋爱 他说谈恋爱太麻烦 那有一次他爸听到 对对对 你不要谈恋爱 我跟我家女儿就大笑 因为他爸舍不得吧 我跟我家女儿就大笑 我说他也笑我也笑 我说我叫你谈恋爱 我没有叫你结婚 你可以慢慢看到30岁 你再结婚 但是爱情学分这件事情 你唯有经过谈恋爱 男女相处你才知道 那这个过程一定得这样子去做 那但是我就想就是说 如果父母一定说什么 国中不能谈恋爱 像犯了天条大罪 我觉得那会造成反效果 因为他就是你说不要 我就是要那如果你这样子让他慢慢开谈 他会发现确实有一些原先 不是我他想到的 他后来可能在过程当中 他看到了一些什么 那这个学习我觉得很好 国中谈恋爱没有触犯天条 我后来把它收回 我们家先后来也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但是在外面住过一夜是触犯天条 真的是 他也有他的底线跟规矩 我们是没有给他在外面过夜的 那你以前都没有在外面过夜过夜 我以前就跟我们家先就很乖 我就说没有叛逆嘛 我刚刚跟他讲没有叛逆 我妈真的也是军事教育 我跟你说四点下空 四点半就在楼上去看 你好 我也是慢半个小时回家 打到整身屋都凶了 那时候国中吗 那时候没有高中了 而且用那个什么后宿共 打到第二天老实讲 我没有穿短裙嘛 那大腿一冷一冷 很丢 连那个木板凳坐都好痛 那为什么慢半小时 就因为公车罢工而已 乱吃 你看 我一进门 他真的 我跟我讲 像我女儿他收到 我收到单子旷课嘛 已经那么久了 你就老实讲吧 没有 真的没有 我真的 我很乖乖 好像什么 所以后来我才跟我妈讲说 你看 你观察这么严重 那时候你不会很气愤很反叛 没有 我很乖 我内向害羞 然后文静 然后乖巧 人家都讲婚讲得很奇怪 现在被人讲过 没有 我说 我今天 我现在没有讲婚 完全是反转 所以我像我的同学 都不认得现在的我 因为现在比较有那个 你要帮我讲一下 我觉得他女儿 他刚才不是讲那件事情吗 是啊 就被分手 为什么说我跟他提分手的时候 他不要 然后后来他跟我提分手 我觉得说这个过程可以让他了解 可能是这样一个状况 就是说当我跟你提分手的时候 这件事他可能是连想都没有想过说 他在一起可以分手的 尤其是男生跟女生的交往 会觉得男生有责任要保护女生 所以男生是就算想要分手 不一定敢提分手 当女生有这样跟他提的时候 也许你提的这一件事情 在这个男生心里也发酵了 然后让他回去想一想 也让他回想一想说 也许我们真的有很多不适合 真的有这个事情 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我就该跟你确认一下 因为可能那个 你跟我提的当下 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但是这个一个礼拜以后 我消化一块以后 也许我就感觉 我觉得是面子吧 为什么你女儿提分手 他没有气讲 但他知道 不是面子 我告诉你为什么会受伤 女儿来的时候 他想知道说 因为他觉得这个理由不合理 后来他看到他那个 那个男生马上就交了女朋友 因为那什么IG还会看到说 因为我们通常都受伤很严重 要马上交 没有耶 要填补 没有天菜 我看他日子过得很好 天菜本来就永远不缺女朋友的啦 我看到我们家女儿日子过得很好 我一直说那你赶快交男朋友 他说不要太麻烦了 他就不要交男朋友 你是怎么知道女儿恋爱的 哦 我是偷偷的 等一下来讲 来 先休息一下 太偷偷的了 好 那金兰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是他念书 然后有笔记本嘛 然后我就偷偷看 行事例上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像现在12月25 然后天下着雨 然后去买那个信义计划 去刚进来那个甜甜圈 然后就觉得 这是什么东西跟怎么回事 然后就觉得大概心里 有一些不太一样 做妈的还是得这样啦 从行事例上的甜甜圈 你就看出来恋爱了 我觉得就有一些不寻常 因为我们管得很紧嘛 我刚刚不是讲吗 管得很紧 那私底下该有什么活动 该有什么我们也会谈 就圈子就读书嘛 你怎么问他的 我没有问 然后那你没有问 你怎么知道的 后来我不是跟你讲说 学校全部人都知道 只有我们跟我们家 现在最后才知道 但是我心里有个底说 好像有点 你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吗 怎样 代表就是说他非常刻意的 要防止你们知道 因为他不信任你们知道后 会有正常的反应 他绝对认为 我们会反对他交代朋友 所以来讲说 这都是一个反扑 就比如说 当你要严格控管一个人 然后这个方法只有焦虑 只有恐惧 只是对未来开始有一个 恐惧的期待的时候 这些所有思考的发展 他不会信任你有任何思考的反应 对 很特别 就是说女儿恋爱了 恋爱是很高兴的事 那大家都知道 只有父母亲不知道 也就是说他不敢跟父母亲讲 所以有很多人跟我讲说 文婉你女儿现在也十七八了 谈恋爱了没 我说没有吧 他说没有吧 这到底有还是没有 我说有的话他应该跟我讲 他应该会跟我讲 他说你太有把握 我说真的吗 不会啊 我说我很开明 然后呢 很开明这种讲得出来 我说我很开明 可是后来我发现有一个 很奇怪的一个心理现象是 我自认为开明 但是当他有点迹象在 在那个 就是好像在你旁边发生的时候 你那个心理的状态会发酵 而且是超乎你想象 比方说有一次 火山爆发 你就怎样 容我再问一句话 好 他们有亲密关系的吗 我是 我是很久跟我们家女儿讲 我说我养你很辛苦 我说我养你很辛苦 你自己也很知道 那其实我比较喜欢养一只狗 他说他也是清楚 他不想要生养小孩 这是他讲的 然后我刚才讲说 如果你要做什么 因为我鼓励他谈恋爱卖 我说如果你要做什么的话 你要自己保护好自己 也就是说我不要帮你带小孩 你如果觉得养小孩这件事情 是很容易的话 你大概自己要 国三恋爱可以了吗 国三恋爱已经谈完了 不是 你是说可以发生亲密关系了吗 他应该 应该 我是说你同意了吗 我没有同意 因为你不是说 你要做好保护自己的措施就好 我是这样跟他讲 我没有同意 我应该讲说我没有同意 但是我说从头到尾 我一直跟他讲 我说我养你很辛苦 那何时可以同意 这他自己要负责 就像我刚才讲 那他已经自己负责 国三啊 我有跟他讲 我说你自己要负责 那你没有同意 那你什么时候会同意 我什么时候会同意 我一直都有同意 哪有 那你现在就不同意了 不是我刚刚讲了 你要自己保护好 郑大哥 你没有办法让父母亲说 我同意你做事情行为 他只能说你要保护好 就是我很多的那个妈妈朋友 都跟我讲说到最后 你当然觉得太早啊 你当然希望说 你可以各方面都成熟了 这个男生真的是你的真命天子 你再把自己交出去 可是这是不可能的 那是你做吧 所以到最后这些妈妈都说 这个讨论结果 所有的妈妈都会说 你保护好 你呢 要记得 要做好防护措施 到最后真的都是这样 包括爸爸只能说 你要保护好自己 那你还要说你自己是什么 没有 我是说我后来 就是后来发现心里会发酵 比方说远远我去接他 怎么看到一个同学这样 拉着他 然后我女儿已经170几 男生 那我就觉得 我那时候觉得他是谁啊 他是谁 好 那最近有一个男同学 我家是从来没有同学来的 他真的只有磨这里吗 对 他就一直这样抓着他嘛 然后最近有一个男同学 已经两次到我家了 然后我那天回家的时候 他们坐得很近 然后他在这边玩我女儿的头发 好 可是我女儿说她是姐妹 对 可是他一直讲她是姐妹 我想说他们很多 是真的姐妹吗 我真的不相信 那头玩那个是男生 男生啊 他们很多这样子啊 然后他一直讲姐妹 男闺蜜 可是我就觉得很复杂 那个闺蜜真的假的 然后就觉得那个动作 然后他们会一起去带水 一起去夜市 然后回来跟我讲 妈妈 我吃了好多以前 这夜市我没有吃的东西 因为夜市这么好 我心里想说 你跟你们做麻烦 这没办法 现在回来就跟她说好开心